大家好,我是米哈贝拉老师 那么这一节课呢,是我们第十课最后一讲语法课 在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一些表示数量的表达方式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无论 那么它的法语结构呢,是naborte 后面再加上一个一文副词 比如说naborteu就是不论在哪里 nabortegoire就是不论什么 那么什么是nabortegoire呢,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那么最后一个nabortequi,请问大家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论谁 比如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 同学们读一读,句子是什么意思呢 Priestant是形容词,小心的,谨慎的 意思呢,就是说Pierre这个人不够小心 下面呢,就出现了naborte的句型 那么第一句呢,是 il est ami avec nabortequi 他和谁都交朋友 交友不甚 那么因为ami,朋友是人 所以用qui il prie de l'argent à naborte quelle personne 他可以借钱给随便哪个人 nabortegale personne gale是哪一个gale personne 那么第三句 il va naborte où 什么意思呢,他哪里都去 il fait naborte quoi 他什么都做 最后一句呢 il rentre naborte go 他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回家 回家呢,没有固定的时间 那么在口语中呢,经常能听到法国人说naborte quoi 这里呢,naborte quoi就是胡说胡做的意思 好,然后我们结合上一节课啊,学过的表达方式 来读这一张图 看看图上说的什么 那么还是和上次一样 同样呢,是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富翁 我们先来看流浪汉说的什么 他说呢 ici je rencontre beaucoup de gens 在这里,我能遇上很多人 bougou de就是很多 je li conne douce 什么呢,我全部都认识他们 这个douce呢,是带词,指的是所有人 je salue chacun d'eux 我向他们每一个人都打招呼 salue这个动词呢,就是打招呼 quelicien me donne une pièce 有几个人呢,会给我一枚硬币 pies这个意思呢,非常丰富 这里面呢,指的是硬币 la pièce 那么几个人呢,是quelicien 用的是富翁 je belle briseur d'entre eux par leur nom 那就是呢,他们中的好几个人 我都可以叫出来名字 他都认识这些路人 duceur,带此好几个人 这个d'entre eux,是他们当中 bar leur nom 是用他们的名字叫他 所以呢,就是他叫他们的名字 certains me font des petits gâteaux 某些人呢,还会给他一些小礼物 gâteau,un gâteau,就是礼物 je belle ennemi 我呢,很少有敌人,enemy,敌人 but,很少 那富翁说的什么呢,他说 la plupart des gens me déteste 大多数的人都 hant我,détesté,讨厌 je n'ai aucun ami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不定结果,na aucun pour être heureux je ferai n'importe quoi je irai n'importe où avec n'importe qui 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得到幸福 我愿意什么都做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 和任何人 他非常有钱,可是他并不幸福 好,看完图之后呢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数字的表达方式 那么叙述词和基数词呢,我们之前都已经学过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用法 首先呢,我们来说日七号 那么一个月当中呢,最多有三十一天 那么一号,二号,三号等等 这个呢,是法语中最基础的表达方式 为什么还会说吗 评论的第一天,一号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le premier 我们需要用到叙述词 但是此后的二三四 就都不需要用叙述词 直接用基数词就可以了 二号就是le deux 12月二号 le deux d'essence 那么跟这个道理相同的呢 还有皇帝的称谓 比如说拿破仑一世 右法语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说 一世就是第一 但是同样的 如果是第二,第三,第四 就用的是基数词 比如像我们之前有提过一个 法国非常有名的国王 叫做路易十四 他的外号呢,叫做太阳王 那么路易十四 用法语应该怎么说呢 是 路易十四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十几,二十几,三十几 这样的约束应该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知识 Mihabelle老师之前也讲过 十来个用法语呢 是 那么二十来个呢 是 的后面呢 加名词 但是比较有趣呢 就是 大家可以猜出来 这是多少吗 它是从 十二遍的 它并不是一个约束 它是一个确切的数字 就是一打 一打呢 就是十二个 那么像这种数字 后面加上 N再加的 一直可以到多少呢 一直可以到一百 比如说 就是一百来个 我们也可以说一千来个用法语怎么说呢 注意它的结尾就不是N 一千来个是 那么这个 它除了表示多少多少多少个 还有一个稍微特殊一些的用法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句子 大家猜猜是什么意思 Ila la trentaine Ila la trentaine 它的意思呢 就是 它三十多岁 现在呢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叙述词 那么第一 第二 第三 这些叙述词中呢 只有第一是比较特殊的 为什么 它有阴阳性 第一 阳性是 第一 阴阳性是 第一 那么第二呢 是 第二 第三 第三 等等 那么请问大家 二十一世纪应该怎么说呢 二十一世纪啊 它是一个叙述词 第二十一个世纪 对吧 二十一变成叙述词呢 应该是 Vente Uniem Vente Uniem 那么二十一世纪呢 是 The Vente Uniem Siecle 那么我们喜欢看日剧的同学呢 可能知道 日本有一个偶像剧呢 叫 101次求婚 大家可以想一想 101次求婚 用法语怎么说吗 101次就是 第101次是吧 求婚用法语怎么说 很简单 就是 La Demande Un Marriage La Demande Un Marriage La Demande是名词 还有请求的意思 Mariage 名词 结婚 那么 第一百零一次求婚 应该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101用法语怎么说 就是 101 所以 第一百零一次求婚 就是 San Uniem De Monde Un Marriage San Uniem De Monde Un Marriage 我们再说一个更大一点的数字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部书呢 叫做 天方夜谭 那它呢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书 但是写得很有趣 那么天方夜谭的原名呢 叫做 1001夜 这个1001夜呢 是它本来的真名字 大家想一想 1001夜用法语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 Les Mille et Une Nuit Les Mille et Une Nuit 好 我们再来一个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 用法语呢 是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那么请问同学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 应该怎么说呢 还注意 它并不是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我们要说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Second Second 是一个形容词哈 就是叙述词的第二 那么为什么这里面要用 Second 而不用Duxième呢 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 一般的我们说Duxième 就是假设它还有 Truisième Gatième 可以往上数 但是如果你说 Second Second 那么隐含的意思呢 就是 其实并没有第三第四 比如说我们坐飞机 都有头等舱 二等舱 对吧 那么头等舱呢 就叫 La Première Classe La Première Classe 二等舱呢 就叫 La Seconde Classe La Seconde Classe 我们现在肯定都知道 La Première是第一 那么你们知不知道 什么是 L'E Première 第一呢 变成了复述 复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头几个 前几个 开始几个 比如我们来看句子哈 L'E Première 他用到了我们叙述词的知识 就是 un cinquième 那么分词呢 我们用的是 un deux trois 技术词 分母呢 用的是叙述词 un cinquième 那么同理呢 五分之二就是 un cinquième 好 这个很好理解 好 但是米哈贝老师呢 要把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和四分之一 单独来说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二分之一用法语怎么说呢 其实它有独特的说法 叫un demi un demi un demi呢 就是一半 那或者呢 我们可以说 une moitié une moitié la moitié 是个名词 意思呢 就是一半 那么三分之一呢 你可以说un troisième 但是法语中 有一个更通用的说法 三分之一叫做 un tiers un tiers 结尾呢 有一个s 但是不发音 un tiers 那么四分之一呢 一课中呢 就用了十四分之一 这个词 怎么说呢 un tiers un tiers 然后 五十分之一 怎么说呢 法语里面呢 会规定 那如果你的数字 比较大呢 你要把那个分数线 说出来 分数线是怎么念的 念sur un tiers un tiers un tiers 就是五十分之一 那么你用了sur呢 分子和分母 都用叙述词 un tiers 五十五 那么如果这个分数 用百分比来表示呢 比如说百分之一 就是un boursin un boursin boursin 就是百分号的念法 那么如果具体到句子里呢 法语的说法 可能跟我们中文的希望 并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下一句 是什么意思 un client sur dix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有十分之一的客人 受到邀请参加聚会 那么我们习惯说的是 十分之一的客人 法语里面呢 要把这个客人 client放在哪里 放在分子的后面 un client sur dix 而且这句话呢 在动词的使用上 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 un client sur dix 它的动词呢 应该是单数的 因为相当于主语呢 是un client 那如果我们说哈 客人中有十分之二 受到的邀请 那么就是 de client sur dix 那么后面呢 应该是 un client sur dix 那么后面呢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是什么意思 je fais le marché une semaine sur trois je fais le marché une semaine sur trois 那么在第一节课的导入呢 我们有讲过 什么是 faire le marché faire le marché 就是逛市场 或者是买菜 那么后面的 une semaine sur trois 就是频率啦 每三周一次 所以呢 句子意思就是说 我三周逛一次市场 我每三个星期 逛一次市场 这个没什么什么的 表达方式呢 之前我们有学过 一个类似的 用的这词呢 是bar 在这里面呢 请大家 予以区分 因为两个的用法 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来看 下面的句子 je prends le bus deux fois bar jour je prends le bus deux fois bar jour 就是我每天 要坐两次公共汽车 而且大家注意 这个bar 后面一定是单数 但是 随和的后面呢 一定是负数 因为随和后面的东西 是充当分母的 那么 还有一种可能 比较常用的句子呢 就是 问别人 你每个月赚多少钱啊 那么我们说 在法国呢 和不熟的人之间 问这个不太礼貌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心里会想的吧 所以也是值得 一学的句子 你每个月赚多少钱呢 用法语怎么说 du douche combien d'argent bar moi 好 你用的是bar 后面接的是moi 就是每个月赚多少钱 那么这个douché呢 是比较地道的说法 此外呢 你也可以用 gagné du gagné combien d'argent bar moi 最后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倍数的表达方式 好 那么最少的呢 就是两倍 两倍用法语呢 就是doufois 好 fois就是次数 两次呢 就是两倍 好 比如说呢 我们国内的房价 好 涨得很快 蹭蹭蹭 好 不到十年呢 就翻了一倍 那么我们怎么样 用法语说 好 房价呢 是十年前的两倍 我们可以说 我们来看这个结构哈 那么它最基本的结构呢 是 房子变得更贵了 那么这个doufois呢 相当于是 修饰多贵 doufois plus cher 就是贵了两倍 doufois plus cher 就是比十年前 那么两倍呢 还有一个形容词 就是doufois doufois的意思呢 就是双分的 好 所以呢 房子比十年前 贵了两倍 这句话呢 还可以说 le prix de logement est double de celui qu'il y a 10 ans le prix de logement est double de celui qu'il y a 10 ans 好 意思呢 就是房子的价格 是十年前的两倍 那么其实这句话呢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说法 用到了一个动词 叫doubler 大家可以猜到doubler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翻倍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le prix de logement a doublé en 10 ans le prix de logement a doublé en 10 ans 就是房子 呢 十年前 翻了一倍 之后 我们来看 lensi 个 veut dire la phrase un tiers le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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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tiers le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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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a la moitié des élèves on réussit le concours b la blubar deslèves on réussit le concours c un élève sur toi a réussit le concours d un élèves a réussit le concours 大家还记得 un tiers 的意思是什么吗 它的意思呢 是三分之一 所以正确答案是c un élèves sur toi a réussit le concours 就是三分之一的学生呢 都考试通过了 你答对了吗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课程 我们下一节课情景对话再见 Mexie